總統請各位講官 總統蔡英文在花蓮地震後第二天 前往台北車站市島交通疏運 了解正在影響及交通強修情況 正在後東部公路鐵路中斷 台鐵緊急搶修 周四上午5點恢復雙向通車 這位梳花公路清水橋斷裂 預計重建工程要到年底 因此公路總局将整修便道做替代 下清水橋 它預估的供給到年底 那我們特別找到這個梳花 做橋以前有一條梳花 原來路廊的一個老路在那邊 我們經過整理 就在這個禮拜六的下午六點 就可以變成變道可以通車 那這個部分 因為這個只能通小車 那如果是遊覽車或是大車 會到午夜底 至於海運輸運 航港局也調派台北快輪 上午9點半從蘇澳出發前往花蓮 新台馬輪也會在晚間加入輸運 新台電視王冠林 台灣台報道